哈喽,大家中午好,欢迎收看华人五件新闻,我是仙晨 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新闻摘要 FDA确认强生疫苗安全性,可百分之百避免接触者住院和死亡 美男子遭绑,口塞毛巾,皮带,绑手倒地,背后真相简直无法想象 北湾疗养院被控虐待87岁华父 加州州长签署一项法案,570万人每人可以领600美元 下面来看第一条新闻 就在两款mRNA疫苗在美国供应加大的同时 第三款强生疫苗的第一阵疫苗也即将到来 周三,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披露了对强生公司新冠疫苗的详细分析 审查发现该疫苗安全有效 在一项大型临床试验中完全使接触者避免了住院和死亡 由外部专家组成的FDA咨询委员会计划周四举行会议 投票决定是否向FDA推荐强生新冠疫苗 这是该疫苗或紧急使用授权的关键一步 以辉瑞疫苗和莫德纳疫苗为例 这两种疫苗都是在咨询委员会会议结束后一天 获得FDA紧急使用授权 按照这一时间表,强生新冠疫苗最快降于周五获得批准 FDA工作人员在报告中表示 他们确定强生疫苗临床试验结果和安全数据 与FDA关于新冠疫苗紧急使用授权的指导建议一致 强生于2月4日向FDA提交了其新冠疫苗的数据 强生说,这种疫苗的保护程度因地区而异 总有效率为66%,在美国为72%,在拉丁美洲为66%,南非为57% 这意味着该疫苗对南非病毒变种的预防效果较弱 但该公司表示,疫苗可100%避免接种者住院和死亡 FDA审核数据后表示,截至2月5日 研究中安慰剂组有7例与新冠相关的死亡 疫苗组没有新冠相关死亡 报告称,目前尚无对该疫苗过敏反应的报告 过敏反应是指严重的,可能危及生命的状况 报告中最常见的副作用是头痛和疲劳 其次是肌肉疼痛、恶心和发烧 报告还显示,该疫苗在不同年龄、族裔和患有其他疾病人群中的有效性是相似的 然而,FDA指出,对60岁或以上的人同时患有糖尿病或心脏病的患者而言 这种疫苗的有效性似乎有所降低 这一消息传出之际,拜登政府正在努力增加疫苗供应 疾病控制与医防中心汇编的数据显示 在约3.3亿美国人中,大约4410万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 超过1900万人已经完成了两剂疫苗接种 如果获得批准,强生的申请将是继辉瑞和莫德纳疫苗之后 第三个获准在美国紧急使用的新冠疫苗 强生公司已与联邦政府达成协议,将在6月底前交付1亿剂疫苗 该公司表示,它计划在华氏36至46度的温度下运送这种疫苗 相比之下,辉瑞疫苗需要储存在华氏零下112度到零下76度的超低温冰箱中 莫德纳疫苗需要在华氏零下13度到零下5度之间运输 第二条新闻 日前,美国亚利桑那州发生了一起十分荒唐的事件 一名男子好像被人绑架 他在被警察发现的时候,整个人都倒在了地上 双手被他人绑在背后,嘴里还塞着一条毛巾 他表示自己被人打婚之后绑架 可是警方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证据 这才发现,一切都是他为了逃避工作自导自演的一出戏 他也因为这件事被公司开除 克利芝警方表示 10号发现19岁的轮胎工人索尔斯的时候 他的双手被自己的皮带绑在了身后 嘴里还塞着毛巾 索尔斯向警方表示 两位蒙面男子疯狂打击他的头部,致使他昏迷 把他绑到车上之后,丢包在一座水塔附近 索尔斯还谎称,他遭到绑架是由于他父亲在镇上藏下了一笔钱 警方在查看索尔斯家附近的监控器之后 对他的说法产生了怀疑 这才将这起案件的真相进行了揭发 警方进行非常广泛的调查 发现的证据显示,这是他凭空捏造出来的事故 在他的身上没有发现任何绑架或者袭击事件 索尔斯这才承认自己策划实施了这处绑架案 他想用这样的方式逃避他在轮胎工厂的工作 克利芝警察部门公开的照片显示 身折蓝色衬衫和牛仔裤的索尔斯侧躺在地上 身上全部都是泥灰 他的双手被绑在了背后,样子特别狼狈 警察大队特赛罗表示 他告诉我们,他先是拿出了一条毛巾塞进嘴里 拆下自己的皮带绑住双手,再爬到地上,移动到路边 让附近的过路人可以看见他 索尔斯这种异想天开的行径实在是逗落了不少网友 他们纷纷留言表示 我想知道的是,最后他有被公司开除吗? 或许我也会用到这一招 打工人被逼的改行当演员了 直接装作生病不可以吗? 我特别想知道,他的职业是drama queen吗? 这下好了,他再也不用工作了 第三条新闻 一位87岁的华裔老妇人在今年1月中风之后 被家人安排在了北湾的一处疗养院进行照顾 不过,根据电视新闻的报道 其家人投诉表示 他的祖母在这家护理机构遭受了虐待 家人表示 他在住院的半个月时间以来受到了虐待以及忽视 从家人提供的照片和视频来看 病人的一条胳膊上面有瘀伤 家属表示 这是由于一位工作人员使用呼叫灯按钮 对他们的祖母大打出手 当时他十分心痛 因为我知道我的奶奶是左侧身体瘫痪 她自己没办法移动 孙女黄女士表示 所以,如果有人对她动手 她没有能力去保护自己 黄女士表示 当她的母亲向院方报告这个情况时 工作人员却表示 这身体上的伤或许是病人自己造成的 黄女士的奶奶在手机视频中 用粤语讲述了这名开护人员 怎样对她大打出手 她这条唯一还能动的手臂受了伤 这使得家人很难相信是她自己打的 黄女士表示 在她奶奶短暂的住院期间 还发生了其他的一些疏忽事件 其中包括奶奶三次从床上摔了下来 而且看护人员给她奶奶饮用滚烫的开水 华裔老夫人的家人希望最起码 可以得到康复中心真诚的道歉 而且追究负责的工作人员责任 这家疗养院表示 全部关于虐待的指控都会被彻底调查 而且会将报告上交给必要的机构 可是由于隐私法和对居民以及员工的尊重 忠心不可以对任何具体的指控发表评论 当地警察局在声明中表示 警局十分重视此类型报告 我们已经指派了一名警探对这起案件进行负责 他将调查这起案件的方方面面 如果我们能有确定充足的理由对此案涉案人进行逮捕 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做 人们之所以要关心这起事件 是由于这种情况或许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它或许发生在任何人的爷爷奶奶或父母身上 甚至是当你年纪大了之后 也可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所以这个事情必须引起重视 黄女士表示 家人说之后他们已经将祖母搬到了旧金山的一家护理机构 不过幸运的是 目前看来祖母的精神和身体状况还算正常 下一条新闻 周二 加州州长加文·纽森签署了一份76亿美元的冠状病毒救助法案 这个法案将会为570万低收入的加州人提供至少600美元的现金派送 而且 这次加州的发钱对象包括非法移民 根据加州税务局的说法 有资格拿到这笔钱的人 应该会在州退税后的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时间之内拿到这笔钱 加州的冠状病毒救助法案总额为76亿美元 主要内容如下 给低收入民众发23亿美元 其中包括 为年收入3万美元以下的公民 以及合法居民 每人发放600美元 为使用个人税后报税 年收入在7.5万美元以下的群体 主要是没有身份的移民 以及在美国开公司的外国人 每人发放600美元 为小型企业提供的超过20亿美元的资金补贴 为弱势群体提供大概9.93亿美元 像是老年人 忙人 以及残疾人等群体 为陷入困境的餐馆和美发沙龙 免除了大概2560万美元的营业费用 为食品银行提供3000万美元的资助 周二 纽森在这份疏控案的签字仪式上表示 我们经济的支柱是小商业 我们已经充分体会到 疫情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困难 还有这么多小型企业所承受的压力 并且我们也认识到了自己的责任 要在这个极其困难的时间当中 做更多更好的事情 来帮助支持这些小商业 目前来看 加州依旧不允许室内用餐 而且限制了可同时进入商店的任数 今天 纽森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在不久的将来 会放开对这五个县的限制 因为最近几个星期感染人数 以及住院人数的减少 加州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放宽限制 纽森在去年11月份 曾经动用紧急权力 拨出5亿美元援助小型企业 在首轮计划当中 受到了33.4万份申请 总申请额超过了44亿美元 周四 纽森将会签署法律 给这项计划再投入20亿美元 给年营业额在250万到1000万美元之间的企业发钱 优先考虑女性以及少数族裔拥有的企业 和那些失业率比较高的地区企业 不仅如此 在下个星期 立法机关还可能批准对企业更多的资金援助 议员们计划在下个星期一通过一项法案 这份法案将允许企业从周税中扣除联邦政府 支付多达15万美元的费用 据预测 这会在6年当中带来20亿美元的收益 总体来看 加州的经济刺激计划总金额已经逼近100亿美元 适逢报税季 各种抵制的项目千万种 具体信息 您可以咨询一下自己的会计师 最后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华人五件资讯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感谢收看今日华人生活网的晚间新闻 更多内容 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华人生活网 我们也新开通了微信平台视频号 方便大家随时关注最新的在美时事焦点 晚安 我们明天晚上再见